其实在临床上患者问我们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尿蛋白漏了这么多 血浆蛋白都掉下去了 我可不可以补蛋白粉 这个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是不建议的 因为你补的越多它就会漏的越多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 大概就是一个正常的蛋白饮食就可以 但是我们要求要就是优质蛋白饮食 尤其是这些像鸡蛋签 瘦弱这些蛋白是需要进行补充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如果肿得很厉害的话 肯定是要限制水的摄入 包括盐的摄入 其他的呢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血甲呀 磷呀什么都正常 那么我们就没有特殊的要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